新北市泰山师王文化节 周末在泰山的体育馆隆重登场 这次不但特别邀请了 泰国的南仙龙师团前来表演 来自国内八主精英师队 争夺师王的宝座 在高低庄之间 也展现了高难度的诗意特辑 2019新北市泰山师王文化节 在泰山体育馆隆重登场 市长特别清零 公银鼎泰山岩显印祖师圣像 进场安坐为大会祈福 十三年都在这个地方 举行诗王争霸山 吸引了全台湾从北到南 可以齐聚一堂 发扬我们荣诗精神 发扬我们的诗的武艺 在这里展现不一样的启示 今年的诗王文化节不仅特别邀请 泰国南仙龙师团表演 角逐诗王宝座的八组国内精英师队 更是将高庄跳诗禁忌发挥的淋漓尽致 梅之师队的表演都相当精彩 其中最厉害的去年的基隆藏兴师团 他已经是三连霸 不过呢 听说今年的这八个团队呢 有邀请到他们的老师傅团队哦 老师傅团队他们想要跟 基隆藏兴三连霸的来一较高下 最难的就是跳高庄 跳高庄你看从前面的我们矮庄开始 一直跳到高庄 高庄将近有三公尺 三公尺他又要跌楼汉 哇 已经是两层楼的高度 两层楼高度之后呢 要转圈 又要跳高庄 要跌楼汉 难度是非常高 希望文化节除了社会组的比赛 也举办了少年组的比赛 企图展现希望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那个藏兴师团的他小朋友 就是我基隆的学生 当然从小一二年级 骨头暖的时候就开始赔礼 所以我们武师的团队一定 因为他跟舞蹈技艺一样 一定是要从国小就开始要赔礼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少年岁 就是希望把所有的武师竞技 从小就发扬我们整个华夏文化 跟武师技艺 坦然一个文化的一个整个传承 另外当天在一楼也举办的 实在有趣乐活嘉年华的 诗王文化节系列活动 让民众求人能观赏 诗王争霸等精彩赛事 还能亲近诗王文化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泰山采访报导